怀念也是一种相见 看到一个听友给我留言 说两个人没有缘由的感情就淡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两个人变得相对无言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两个人就渐渐变得不太联系 从来没有说过分手 可是和分手又有什么区别呢 明正眼顺的说了分手的两个人 至少还清清楚楚的知道 为什么要分开 可是现在连原因都不知道 但事实就是 两个人从此结束了 他说很多次想和对方联系 可是却不敢拨通那尺号码 即便被思念纠缠 也始终无法相见 告诉他 我知道这种感觉 因为我也有过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吧 这种不能相见 只能怀念的痛 我知道这是一种特别忐忑的心情 明明是非常想念 明明还想再说点什么 可是却害怕轻易的联系对方 会觉得自己打扰了他平静的生活 想要打个电话 还有先发微信 问一下他是不是方便说话 结果好半天 对方才回复几个字 有事吗 所有想说的话到了嘴边 算了 还是咽下去吧 这些不咸不淡的回应 真是比拒绝更让人心痛 也或许有时候变成了自己不想要的那种暧昧 你们继续联系 可是却回不到从前 那这样的关系和备胎又有什么区别 毕竟有的痛 痛过一次就够了 也毕竟流的眼泪流过一次就行了 如果没有完美的结局 不如含泪放弃 好歹放弃了 还能给自己多留一点尊严 所以有些不能见面的人就不要再联系了 联系又能怎样呢 你就不知道 痛久了会变成习惯 习惯久了会成了依赖 不要等到有一天 你把这些痛当作习以为常 你就会对爱情的美好越来越远 都说相见不如怀念 我说怀念也是一种相见